台湾泡泡走 了解台湾的文化更文明 理想了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在街人有一間叫做賴家遠東水煎包 這是街人市市長特別推薦的 林宥璋所推薦的一份市場 說這間是怎樣 這間的廣州人員差不多是7人 他有三種很大的平底鍋 日夜要做水煎包 你看看 這些都是他的東西 他這個水煎包 為什麼要開始做這個 因為有一個四爪 當然就是賴家的四爪 四爪的這個人 因為他本來是在櫃檸檬車 可能被他賺錢 很認真在櫃檬就對了 所以他太累了 都要去跟他弄到人 弄到一個人 這個人叫林文海 這個林文海是跟他們老母在迪化街那裡做這種水煎包 因為這個四爪的人政府很負責 如果說跟他弄到之後 然後也是對著這個生意裡面 叫他弄到的人 他就要放蝕蕾 什麼蚊子之類的就對了 而且他還跑去跟他們的店 看他在做水煎包的時候 他就在那裡跟他在賀恩就對了 現在賀恩呢 他自己買的有怎麼親自去上海 說去賀這個 怎麼保水煎包 奇怪 怎麼去上海賀呢 這個上海是生煎包 不是水煎包 水煎包是八方的東西 Anyway 反正就是說 他這樣去學後 後來自己回來做 做了很成功 他裡面的這個 重要就是說水煎包裡面有這個蝕蕾菜 一定要用到台灣 台灣蝕蕾菜也好吃 所以 還要用本地的這個新鮮的黑豬肉 這樣我們做來看看他的有果好吃 這是以前的關東興 在他的旁邊有一個大型的水煎包 這間水煎包沒料很簡單 就是這個四種 老闆本地是在做客人家手機 有一天 因為塞料太累了 去弄到一個年輕人 叫做任文海 任文海 他們老在台北的豬華街 在做水煎包 他跟他弄一個阿山 兩個邊做好朋友 最注意後 就去豬華街 把任文海倒三天 任文海觀察他一年半後 老公說好 這樣我告訴你怎麼做水煎包 這個店不是雞人有名的白豬店 他的水煎包當然都是皮薄現多 當然海邊要煎到金黃色 若是沒有 又拿著回來 繼續煎 薄薄可以做薄就是因為他的近度有夠 還是在外面就一定要台灣的蝴蝶 苛蝦菜 多購買 當然就是台灣的最好吃 如果是比較喜歡吃冬口味的朋友 這樣他的古菜包一定會煎 既然市場有任務上 在那些雞人美食的時候 特別有提到這間水煎包 這間水煎包皮真的進步 而且樓下的食物也很脆 所以在加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 加下去 小心會爆漿 放到要求 現在這個水煎包 一定是變成台灣一般市民的事物 所以路邊上面就看到 在賣這種水煎包 不過呢 我跟各位說水煎包 跟生煎包形容會輸 來看清楚 這對一行水煎包 對一行生煎包 你看看 簡單的分別就是 這個水煎包 一顆 像磅球才能大顆 但是呢 這個生煎包 一顆 像磅球才能小顆 那麼 水煎包是八方的東西 這個生煎包 是這個最愛的東西 那在這個最愛 說起來就是在第二百個月 大家在永康商圈 我看到以前有一個高級 可是現在開了 它就有在做生煎包 生煎包要怎麼做 我帶你來看 生煎包怎麼做 這麼好吃 來 我帶你來看 來 吃什麼放水 這個要焦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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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用老麵 用老麵來計畫 這樣比較光滑 然後繼續把它焦米粉 這要焦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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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兩分鐘 兩分鐘半鐘 這要焦米粉 用焦米粉 用時間下去焦米粉 用時間下去焦米粉 這樣過去 用眼睛看 用手 下去感覺更好 那過去 下去焦米粉 比較沒有細縫 對 比較不能夠把那個 空氣比較不能夠多 放 這是鑰匙什麼 我一次 我 麵糰要量它一次 我是一次捏十個 我就固定了那個麵糰 有大塊這樣 才不會有大小塊這樣 所以我們一直都要清一下 對對對 這個就是把 在 這打雲沒有什麼氣 沒有什麼那個空氣了 現在這一台就是壓 把空氣再 把它壓出來 把那個我們麵糰做得更 哦哦 就是這樣 對對對 這邊它用材 哦 它要壓幾次 壓 就看個人啊 就是 哦 哦 我們一般都壓到這個 麵 很光滑麵的時候 看起來可以 其實 你看這個 它麵有沒有 光滑麵就很漂亮 對 有沒有啊 就很漂亮 這捲起來 這樣捲一捲的 這個就是可以做一個 水煎包就對了 不是 做十個 啊 啊 做十個 對 這樣子捲平均 平均值會比較 會比較好一點 你太短的話我們再捲 那平均值會比較 比較不平均啊 大小的時候不會 做影片 對對對 好 哇這個要怎麼按 那你這個是 中筋高筋的麵 我是用 我是用比較好的麵 我用粉筋粉 粉筋粉 粉心粉 粉心粉 我用粉筋粉 哦哦 那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 做做劑子 它 我們等一下要擀 擀成那個 擀成那個 擀成圓圓的 比較大屏 我們來包小二包 哦就是把它擀 擀好 對對對 一個一個的 對 一個麵糰 把它擀好 麵糰是我們剛才用的一團 所以在那邊 接成一個一個 它們就叫劑子 一個一個 一個劑子 兩個 小小的劑子 這樣就 剝出去 我們 沒有馬上包 對 要把它 還要用 我等一下還要用那個 用那個布把它蓋起來 布把它蓋起來 要把它蓋起來 還要燜 要讓它自然 讓它麵糰再自然發酵十分鐘 哦 這樣喔 對 對 吃那個 包那個吃起來的口感才會 那個 舒鬆軟軟的這樣子 要讓它醒 醒 這樣 這樣的話 你現在包起來 讓它吹起來的 做起來煎完 那個水煎包最好的 我剛才講的 某某秘品 尿尿 因為它那個 還沒有醒起來 哦 你說麵粉還沒醒起來 對 還沒有醒起來 你要讓它睡 睡十分鐘 十分鐘再叫把它叫醒 對 十分鐘夾子就可以包 哦 一包完 一包完我們就可以馬上煎 我們就不用再 我這個就處理 我這樣的處理 就不用再用烤箱 再繼續再用烤 在裡面烤讓它那個 醒的 其實我用烤箱會更快 我進去可能知道 兩分鐘三分鐘 一出來之後 等一下我就可以煎 對 你說烤箱是怎樣 跟水煎包不一樣的 對 就用那個 我們台灣的那個 溫體豬啊 溫體豬 做那個後腿肉 後腿肉 對對對 用比例 跟那個 跟那個 跟那個五花肉這樣子 這樣比例 剛剛又調出來的 綠色的是什麼蔬菜 沒有 就蔥啊 蔥 上海生煎包很容易 上海生煎包很容易辨別 它就是肉跟腸 這樣 這小顆喔 對啊 這個 這個 等一下吹起來 吹起來比較大顆 對對對 所以在上海這個 比這個更小顆就對了 對 小姐比較愛吃 對 比較小 那要幾折啊 不一定啊 人家都 我們大部分都是在16折 16折以內 16折以內 對 折越多 折越多會有壞處 折越多 因為它那個折的地方 你壓下去那個地方 你沒有 讓它花得很過的時候 吃起來 折束那個地方 沒有花起來 吃起來會硬硬 要熱鍋了 那這個是更大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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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到 有摘 ost 如果在咖哓 這個肉圓 這碗放完之後 水這個 這個 我直接拍下來之後 enrollment 會再噴這個水下去 這是什麼水 噴這個會讓表面更光滑 更變色 你說噴在那個水間 麵皮上面 生意泡的上面 不然這樣喔 我是噴水 我噴不噴水 我們沒有擺 大家都涼著味 我沒有 我們就有一個空間 它會給發光 它有一個空間 它才不會黏在一起 上面還要灑上芝麻 對 也可以灑蔥花 可以灑蔥花 可以開喔 哇 它在噴多久 7分鐘後面的1分鐘剛好噴 我們也要 已經開掉了 回來吃囉 好 我的廚房給你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生煎包 或是小籠包 這類的 在他們中國最愛的 都是叫做饅頭 所以我一間去中國 有一間叫做藍牆饅頭店 非常有名 我就在那裡 等到半天 饅頭怎麼都沒有來 不然才知道說 原來是在吃那種小籠包 我們差不多就說這個水煎包 還是生煎包 現在都變成一般市民的食物 路邊就有了 在台南有一個地方 我就給你記一個禮 那個禮 那個地名很深色 它叫做小腳踢跟大腳踢 是怎麼小腳踢跟大腳踢 聽說是這樣 你的腳踏 如果走到大腳踢會爽的時候 就是表示說你會走幾公里就對了 走到小腳踏會爽的時候 就是趕快摸一下這個咕嚕 這樣就對了 好來 那麼這間店在路邊而已 我們來看看 現在我們來到這間有名的 綠色靈印大道 這是台南零硬二十路兩座 來到南八十億元道口 路邊在賣的大座跟煙塵 動一路 火星 只是在同一個地方 不當然也只是在同一個地方 對 這間的店名叫做火星 佛星 來 要切切的時候要炒炒字 要不要吃啦 切一切就好了 好 先烤雞天不辣 烤天不辣 好耶 你再來一頓是在賣水千包 沒有喔 都不一樣了 蔥肉裡面是有湯汁的 蔥肉裡面是有湯汁的 就像那個餡餅湯包類似的 韭菜包 韭菜包也有湯汁嗎 沒有 韭菜就是韭菜中本生一點點的貨價 韭菜包好了嗎 好了 你要幾顆 我買 半顆 六個 這樣要加甘味 好 麵包 你看 你不要這樣很飽 好 好 就都有啊 都有 兩個都可以在裡面煮 好 下面為什麼要用這個麵包啊 因為我們就怕有時候肉包破掉的話 破掉 如果破掉湯汁會漏出來 你沒用起來的話可以整個都是 還有一間在賣肉汁 誰 小腳腿綠豆沙 我本來叫做綠莎 綠莎是什麼東西 綠莎是什麼東西 不用啊 吃這個就好了 好怕 這樣比較老熱啊 綠豆湯 加油 加油 你先去餡餡 我買 怎樣 你這隻 喔這是 sur 這個是你以前的人漲用的地給我叫什麼啊 那個 飯桶的苗肉依然沒有改的 苗肉依然沒有改的喔 這是只一百的話 贏耶嗎 花窯魚 花窯魚的喔 要為什麼要塞這隻比較快 塞這隻比較好用還是怎樣 後來會塞造喔 對啊 那妳還要塞一杯而已喔 我就 那妳還有什麼 蓋香果 蓋香果 兩個來 來,白香果在哪裏,我看一下,白香果在哪裏,哪一個 這個,待會我拿一下 來,白香果 還不是小的? 有,小的 小的喔 你來這裡排幾多久了? 很久了 我是第二代 蛤,你第二代? 第二代,這是我公公 你們公公就在這裡,你們公公在這裡排了喔? 對啊 這樣講過幾年了 所以這是民國 幾年剛走的 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是傳承的,他在這裡往我走 喔,這樣喔 這是他一千萬 嗯,當時 喔 白蘿皮拉,還可以白兩台,真是不簡單啊 所以你在蘿皮拉,可以吃到這種水煎包 不過呢 所以,我們從哪裏有教過說,這些生煎包怎麼做嘛 那麼我們肯定來看看,水煎包是怎麼做的 好,休閒一下,馬上倒回來 台灣趴趴趴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文明,李最牛 大家好,我是漁夫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水煎包和這個生煎包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這就是水煎包嘛,這是生煎包嘛 你看看他還有一顆粘子,還要一顆粘子這樣 還有這樣,算說這個這裡比較高一點 這個呢,這個是不是 這個就是水煎包 水煎包呢,有的人整個粘子 這個粘子就不用了,包包的就對了,兩邊去煎 其實本來是一邊煎 現在做的是兩邊煎 我差不多在那裡,那是我學的度 這個呢,是這個實質 比給你看,就是兩邊放在那裡,大小 大家可以做比較 所以呢,道地水煎包是怎麼做的,帶你來看 這是菜市裡面比較平價的水煎包 這個裡面包什麼 嗯,各的菜,菇菜,冬粉,紅菜頭,還有絞肉 對,對,對,對 那外面的麵粉是用什麼,中筋,高筋 中筋啊 中筋啊 中筋齁 一天要爆幾顆 蛤? 你一天要爆幾顆 現在很少的,那三百多顆就對了 三百多顆 一天要爆幾顆 suffered 一天要爆幾顆 水煎是因為水煎可以嗎? 水煎是嗎? 水煎是因為水煎炒下去 水煎跟油煎,水煎就去蒸 水煎? 油就去蒸 是啊,油蒸美麵 這是一堆紅毛做回作的 那兩個也做回包 喔,你先包醋包 喔,你再下去包這樣嗎? 對,我 他先包醋包,才給你包 對,這樣就近了 喔 類似生產店的概念 好好好 這是你的什麼? 劑子喔? 對 你到底了解什麼嗎? 怎麼那麼大一顆 對啊 因為它是發酵發起來的 好好好 用到一塊一塊的劑子 將它夠粹是麵皮 這粹起來還蠻大一片的 對啊 哦,都用錢好了 這個就是把你放在麵包裡面用水煎 在煎嗎? 對 這樣蓋住要蓋多久? 在喔,不一定要看裡面的塑料而已 看裡面的塑料,越多 越多要比較長一點 好好好 好好好 好了好了 哇 哇 這樣好了嗎? 是要水煎包已經煎好了 好 然後要... 其他一點可以開嗎? 喔,兩邊煎喔 上面也要煎嗎? 對 為什麼上面也要煎? 味道比較好 啊 啊 這樣味道比較好 這樣味道比較好 這樣味道比較好喔 不過,兩邊煎也開始有比較少啦 在台灣這個水煎包是這樣做 也在中國 我有一年就去到中國獎舖 那獎舖那裡有一間鍍巡煎包 那麼先介紹說,獎舖是什麼地方 獎舖就是 算說他們在講話 那些靠音什麼 算說跟宜蘭人也吃心色 就是說他們那種有那種 醬酒Q 什麼醬酒Q呢? 就說,欸 早早 我今天早早就來出門 就天整整 我臉順順 想到老師要科學 我就心順順 這樣啦 所以呢 這是 算說是醬酒Q 那麼醬酒那裡有很多 節色的文化 跟我們台灣 也有一些相似就對了 那麼這個水煎包呢 他們有嗎? 他們當然也是有 他們這個水煎包呢 跟我們的做法不一樣 你看看 這是用壓力鍋 其實是用壓力鍋去做的 那麼這個裡面 收包的東西 當然也是跟我們台灣 差不多 不過呢 台灣的這個割裂菜特別好吃 你會記得 我記得很早以前 有什麼大S小S 他們什麼 他們這個 他們媽媽 甚至南方的媽媽 說來到台灣 在開這些 餐廳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水煎包特別好吃 因為呢 我們的割裂菜特別好吃 後來 那麼中國的到底是怎麼做呢 這間呢 後來我有報到過 報到過之後 後呢 中國呢 紀念呢 還有專門去做壓力鍋 我們來看看 敲骨的渡蟹煎包 請過來 這是在包什麼 有包 包 它裡面的配料有很多了 那個叫什麼來的 蘇嫩 蘇 蘇那 那個香腸 精挑的一些瘦肉 還有一些它的佐料 它吃起來是香香的 很多的味道在裡面 鮮包蜜 這樣占卜的傳統小吃 那你還在煎嗎 還在煎 煎好了 這個是調成的料 這個是現種的黑豆漿 好 漂亮 漂亮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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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台灣過來的 對喔 台灣過來 可以啊 可以嗎 這樣占卜人是不會啦 外地人吃了就會哭啦 下次再過來還得跑到這邊來買 如果沒過來就沒地方吃了 不可以宅配吧 對啊 這是在地的最最本土的東西啊 哈哈 還是我們台灣的比較好吃啦 因為這一定是病醉台灣的這種市民食物 好來 今天很歡迎跟各位分享 以上所有的這個鴨皮 我是餘夫 後一個禮拜 同一個時間再會 拜拜 好